心梗之后却发生了脑梗 而且这个脑梗跟心梗还有相关性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病例 希望好多惯性病朋友仔细听一听 我最近接诊了一个58岁的心梗术后的患者 他是五年前得的心梗 当时做了介入手术 就是心脏放了支架 术后五年也没有找心内科医生复诊 但是五年之后突然再来医院看病 那就是脑梗了 那么到底他这个脑梗和心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看 他是中间啊 这个吃药尖尖断断不规范 而且不复诊 但是他这次脑梗之后 大家看上半部分 这个红线的上半部分是他心脏踩钞 提示有左心室的腹壁血栓 就是他心梗的那个地方 心室内有了血栓 腹壁血栓 而底下这一部分呢 就是一个大脑血管的检查 说明他大脑血管都是好的 他没有什么明显的病变 其实这两个检查一出来 基本上就能推断出 这个人的脑梗是因为心室的腹壁血栓 脱落了 栓到了头上 导致的 但这种情况呢 实质上挺可惜的 这个病人 他呢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些年 自己疏于复查 疏于复诊 如果说自己能够坚持复诊 有可能这个血栓能够早期发现 进行相应的正规的抗凝治疗 就有可能的让血栓变小 甚至消失 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一场灾难 实质上张大夫之前的很多科普 也给大家科普过常见的导致脑梗塞的病因 比如说咱们常说四点 高血压 H型高血压 这个防颤和动脉状硬化性的病变 但是这都是最常见的一些病因 今天说的这个第五点 就是左心室复壁血栓这个病因 应该说病不常见 甚至呢相对少见 常见于一些像心梗的病人 心梗之后 他有一块心肌坏死之后 在那个心室内有这种复壁血栓 这个时候呢 对于这些病人啊 比如说做了心脏踩钞 发现了复壁血栓 这个时候呢 就要进行 在有经验的心理科医生指导下 进行相应的对症治疗 你比如说抗宁的治疗 这样的话呢 才能让这个复壁血栓 慢慢的得到控制 甚至有的人的确能减小 甚至能消失 这样的话呢 他发生这种脑梗的几率就降低了 希望我今天的这个介绍呢 能够让手机前面的朋友们 正确的认识脑梗 实际上脑梗和心梗 大家看脑梗之后注神经内科 但是实际上很多人的脑梗 真的是之前心内科的疾病 没有处理好 比如说没有控制好血压 没有正确的治疗 H型高血压 也就是高血压 半有同型半肝酸 升高的情况 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张大夫多次讲 大家可以翻看前头的视频 或者说呢 没有正规治疗好防颤 甚至呢 有的人有这种比较严重的 颅内动脉中央病变 甚至比较不稳定的 这种颈动脉的这种斑块的 这种导致这种脑梗 但是呢 实际上有些少见病因 的确是被我们忽视了 今天提到的就是这么一个 希望呢 张大夫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 尤其是一些惯心病 德国心梗的朋友 按时服药定期复查很重要 因为定期复查 我们才能看一些情况 发现一些情况 才能及时去处理 这样的话 才能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好了 今天老老道道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还是想让大家正确的面对疾病 有正确面对疾病的观念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不错 转发给身边有类似问题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 张志英大夫